好,各位同學,我們繼續來介紹if回圈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是剛剛老師已經在這個前一個影片裡面有示範到 如果我用if判斷某一個狀態,如果成立的話,我就執行if裡面的回圈內容 如果不成立的話呢,我就去看是否有寫else,那我就去執行else裡面的內容 好,那這次的話,我們就來這個小試身手嘛 那我們就來寫一個比較有趣一點的,就是一樣是來猜數字 應該不是猜,我看一下 不是猜數字,我們來看下一個小試身手 就是 這個 再更複雜一點的話,如果這個 程式到這邊,if判斷 如果是,就做執行if裡面的內容 如果不是呢,就看是不是有elseif 那如果這個 另外一個判斷 滿足,就做elseif裡面的內容 如果不滿足的話,那再去看你們其他elseif 然後一直到沒有elseif以後 那就還不滿足,那就去看你們else 那如果 最後的話,那就執行else的內容 那這邊的話,我們小試身手要做什麼?做這一題 就是,有一個 這個一元二次方乘次 我們要來求他的 求根 好,那我們 在 國中數學就知道 大概就是 2a分之負 b正負 根號 b平方-4ac 這個公式 那我們也知道呢,b平方-4ac 如果是 為正 就是有時數根 如果我等於0 就是 重根 下於0 就是有虛根 好,那我們能不能 寫一個程式來做這件事 那我們直接來看那個 python 好,那基本上我想要跟各位分享這段程式 好,那我們就從頭等來做做看 好,理解一下發生什麼事 那這裡的話 我 清掉記憶體空間 我等一下會用到math random是用不到的 random是前一支影片用到 所以我這個區塊還是要run一下 好,那下面這個區塊就有 有 有 蠻好玩的 那這裡 我們會用到 if else 還有else 但前面啊 老師其實就 跳步驟了 好,介紹了 while 還介紹try set 那我先簡單說明一下它是什麼 那後面我們 課程內容會有同影片 可以再來看 那這邊我會 要 要 這個 用print 好,那我這裡寫 there is a function f equals to ax square plus bx plus c equals to 0 就是說有個函數 f就是 f就是 ax平加bx加c 等於0 you may define the coefficient 就是你可以定義 這個場數 abc 那這裡呢 我們會做什麼事喔 我們就 先定義一個變量 叫做 do it 就要做 那這個do it 我就說是e 那這while 其實應該是下一支影片才有 但是我先哪用 其實我們上禮拜 上課教過 while 就是 當 這件事情如果為真 我就要做下你們的事 好,跟if if 不一樣 if的話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 while 不一樣的就是說 他這些事做完 他會再回來 他還會再 不停的確認 這個理念狀態是不是還是真 如果是真啊 他就會無限的一直 重複這個指令 一直到 有一天他回到第一 這一行的時候 會發現這個 為假 就是為0 或是為false 那這個while 就結束 那我這邊要做什麼事啊 我就說 有一個變量叫do it 就是要做 那這個do it 它一開始是1 所以當 當do it 當是1的時候 那當然就會進去 那這邊的話 我就會有 本週的上課內容 叫做try except try except是什麼呢 它會 可以容許你有錯誤的 容許你出錯 因為我們寫程式 出錯就 整個就停下來了 但是try except 可以出錯 出錯你只要給它一個 這個例外的 這個程式 它出錯那個區塊 它當作沒發生 所以這個就 蠻好玩的 一個try except 這個回圈 我就寫try try裡面我這樣寫 比如說 A 是 某個東西的浮點數 某個東西變浮點數 那什麼東西呢 就是用input input就是 在對話窗 出一線 出一段字 然後你要有回傳 所以我這邊就寫 A等於問號 共一個 所以其實就是要使用者 去輸 A是什麼 那 這個input 然後這段文字 最後就會回傳一段 字串 基本上就是你輸入的字串 那我就是強制把這個回傳字串 變成浮點數 可是如果你輸入的這個內容 它不是數字的話 就會出錯 因為你總不能把ABC變浮點數 沒辦法變 那所以 這裡如果出錯的話 在try這個地方 它就會有點像報錯 報了錯以後 try這個回圈可能很好玩 那就是 你只要有任何錯誤訊息 這些都不算 它就會去except 那就是一個例外條件 就是它可以去試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有錯 它就去執行except 然後這邊就會 印出一行字 就說 You need to specify a number 告訴你說 你必須要 定義一個數字 那 這樣做完以後 其實我整個quile裡面 所有事情就做完了 那它又會回到上面 又是do it do it還是1 那我什麼時候這個回圈才會結束 一直到你 某一次的try 你終於回傳了一個 真的是數字的 這個 這個 內容 然後 透過float 真的變成 順利變成一個浮點數的時候 A就會是浮點數 然後這個時候 我把do it變成0 那 程式在這個try成功了 沒有出錯 它就不會進於set 它就會整個 這一段就結束了 這個try try 逻辑就結束了 不會進於set 那這個 對於quile 回圈裡面的所有事情 做完以後 它又回到上面 那這個時候 因為do it已經變成0 所以 就 quile 就不會繼續做 所以 這整個quile 就會 做完 整件事都做完了 那同樣的 同樣的程式嘛 我做了三次 好 就是叫你定義b 還有定義c 好 那abc 如果順利就定完以後 這邊我算了一個x的值 這邊我基本上就是b平方-4ac 那我是利用數學 然後power就是平方 那就次方 然後把b的2 兩次方 所以是平方-4ac 那我就要判斷了 這個x這個數字 正就是 時數 等於0 就是重根 下於0就是負數 那這邊呢 如果為正 我們就要執行下於這一段 else 就是如果不為正 但是 某一個 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 為0 那就做這裡 那如果 這個也不滿足 這個也不滿足 那就去執行else 那其他 最後一個狀況 當然這裡就代表 x是- 好 那我們這邊怎麼輸出結果呢 這裡我會寫說 there are real solutions 這是自竄 自竄 加就是把另外一個自竄 繼續往後面疊在 疊上去 那這裡呢 我就是用 有算的一個數學 然後利用str 把這個數學 變成 自竄 那這邊我在算什麼呢 這裡就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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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相等的时候重根 那我就写There are repeated solutions 那正确答案就会是什么 2a分之负 b 那个根号里面的x是0 那下来就是比较有趣的是这个虚数解 虚数解 基本上跟实数解的答案看起来很像 但是因为这个square root里面 不能放这个负的数字 所以我现在如果x是负的 我就故意把这个 再放个负号 让这个数学可以算 但是我就会有根号负1 不见了 那根号负1不就是我们那个 虚数的那个 小i嘛 在python叫小j 所以我后面给它乘上一倍的小j 只要在python里面 你写一个 这个数字再写一个j 中间不用乘号 对python而言就是叙述 一倍的j其实就是根号负1 所以你把这个 算完然后乘上一倍的j 它会自动把那个复数放上去 好那我们来问问看这段扣 然后 执行以后 它就说 这里有一个这个程式嘛 有一个这个函数 叫你给这个 这个技术 我们先来看 这个 重根好了 1 2 1是重根嘛 看有没有 there are repeated solution 好 -1 那我们再run一次 run这个区间 我来让这个变成虚数 虚数的话就是a跟c要变大 就是说 c 3 2 看有没有 imaginary solution 那答案是什么 这里就会 -0.15 加 一个数字 然后j 另外一个是 -0.15 -0.15 这有j 所以 这个 挡住了 这个头挡住了 这也可以看到答案 就是 一个 十步 加上一个的虚步 然后有的j 跟一个十步 减掉另外的虚步 乘上j 那就顺利的可以得到答案 那我们来试这个程式 让它 会出错 好 我们再run一次 我这时候应该要叫你 丢数字给我 你偏偏不丢数字给我 你给我 A1 它就会说 You need to specify a number 好在这边 然后又回到这个 Do it 我这时候说 B 有没有 你只要 不给它数字 它就没办法 好 那如果我说 1乘以10的 5次方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 好 科学 科学 1乘以10的5次方 科学的 数学的 scientific form 数学的形态 OK的 好 那这边 比如说 这个 300 那这边 比如说 负5 哦 时速解 都解出来 都解出来 OK 那这个就是 这一段 教学影片的内容 做到 我可以 做到